OK,我們上一節課最後面講到了在訊號處理裡面一個很重要的定理 我們把它叫做取樣定理,Samperin theorem 有人會把它叫做Samperin theorem,有人會把它叫做Ninequist,Samperin theorem 有時候是叫做Shenon-Ninequist,Samperin theorem,反正我的名字都差不多 但是他們的意思非常的簡單,就是你的取樣頻率 他的意思就是你的取樣頻率一定要夠高 夠高的狀況之下,才不會讓這些有限寬度的頻譜,產生Aerosene的現象 那到底要多高呢?就是這個兩倍的Fmax 那兩倍的Fmax,其實說老實話,這個其實背後有一個成立的要素 就是你今天是一個時數的訊號,才會是兩倍的最大的頻譜成分 因為在時數訊號上面,你對應的才會是一個對稱的頻譜 只是我們絕大部分的書裡面都不會這樣子特地去講 不過這個部分請各位稍微留意一下就是了 那上面的話是用一個頻譜做一個運算圖示上面的一個表示 接下來這個地方呢,各位可以看得出來我大家換了一張圖 因為我想,原本我放的那張圖可能不是超級清楚,所以我改了一下 我自己去跑了一下程式,直接放一個實際的訊號來告訴各位 取樣對它所造成的差別,以及如果取樣頻率不夠高的狀況之下 會發生什麼樣子的現象 好,我們先看一下左上角這張圖 左上角的這張圖呢,紅線的這個部分呢 它代表就是一個正旋波的一個訊號嘛 對不對 它的周期約略就是五個minisecond 我這邊的單位是minisecond 所以這個地方是五個minisecond 五個minisecond的意思就是它的頻率大約是在200Hz 好,那在這一個周期裡面呢 如果我們對它做取樣 做怎樣的方式的取樣呢 做取樣間隔為0.5個minisecond 這麼快速的一個取樣的話 它在頻補上的效果是什麼樣子呢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來,我們這邊的這個地方標記了 我們現在所使用的取樣頻率大概是2000Hz 取樣間隔是0.5minisecond嘛 它導數就是2000Hz,2kHz OK,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每一個 重軸的每一個垂直的曲線 代表的其實就是你取樣的時間點 所以這個紅色的圈圈 代表就是你取樣過後所留下來的數值 OK,那這個數值呢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數值呢很明顯呢 如果今天只有只看數值的狀況之下呢 你約略可以回推出這個平緩的正弦波 所以這就是我們之前說的 你加上一個完美的低通濾波器之後 把它做平滑化之後呢 你可以得到原本的這個波形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弦波的頻率 Roughly 200Hz在這個地方 其樣頻率呢 在2000Hz它的十倍遠的地方 OK,大概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剛剛說過嘛 對於一個取樣頻率 只要它大於兩倍的最大頻率 這個地方的正弦波的頻率只有200Hz 它最大頻率的話 兩倍最大頻率其實也只不過400Hz而已 所以呢 對於這個取樣頻率來講 2KHz的取樣頻率來講的話呢 臭臭而餘 OK 甚至我們可以倒推一下 其實呢 只要你的取樣頻率沒有超過它的一半 也就是1KHz 其實我應該都能夠應付才對 為什麼 因為在1KHz或以下的這些頻率呢 都可以讓我滿足取樣定理 也就是說呢 我不會有失真的動作 那在這個地方各位可以發現 我又畫了另外一個正弦波 這個正弦波所代表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取樣頻率為2KHz以下 我能夠正確取樣的最高頻率 換句話說它的頻率是多少 1K OK 各位有沒有發現 波峰、波谷、波峰嘛 對不對 所以它的一個周期是多少 一個mini second 導數呢 就是1KHz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呢 你看你每次取樣 不是在波峰 就在波谷 不是在波峰 就在波谷 OK 所以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你可以正確的去把它 最快速的變化點 這些全部都截取下來 因此我可以正確的去記錄它 所顯示的強度大小 OK 或者它的波形的形狀 OK 所以這一個地方呢 其實大約就是位置在這個 0.5的 sandpoint frequency的位置 一半的sandpoint frequency的位置 我還能夠正確的去還原它 可是萬一我現在的訊號的頻率 比1KHz還要更高的時候呢 OK 比如說下面這個例子 下面這個例子 我們稍微做一下 調整 你看喔 這個藍色的波形 藍色的正旋波 很明顯的 比剛剛紅色的 還要更快的嘛 對不對 多快呢 roughly計算一下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五個六個七個八個九個 約略在五個五秒鐘的範圍之內 其實是有九個正旋波的 OK 五毫秒的範圍之內 有九個正旋波 OK 所以它的頻率其實是比剛剛多蠻多的嘛 大概是在1800Hz左右 OK 所以在這樣子的狀況很明顯 它超出了我們原本可以取樣 可以正確還原的最高頻率 1000Hz 所以這個時候造成的結果是什麼呢 來各位看一下喔 這邊紅色的圈圈呢 其實呢 我不是把剛剛上面這一個 比較低頻的這個正旋波的紅色圈圈 直接copy下來喔 不是喔 我其實是選擇一樣的取樣時間點 也就是0.5ms等間隔的地方呢 去記錄這個藍色正旋波形的位置點 你會發現什麼 它剛好跟剛剛的這個低頻的正旋波 所記錄下來的點 就完全一模一樣 這一個結果告訴各位什麼意思 在這個對於這麼高頻的一個正旋波底下 如果你沒有調整你的取樣頻率 OK 你的取樣頻率是過低的狀況之下 你可能獲得的結果跟剛剛一模一樣 也就是你得到的會是一個低頻的周波 OK 所以你看到的並不是一個高頻的結果 你反而看到的是一個低頻的結果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Aliocin 因為原本高頻的成分被對應到低頻的成分去了 OK 什麼意思呢 來看一下這個地方喔 右邊這個代表的是它的Spectrum的一個分布 一樣取樣頻率不變 改變的是什麼呢 現在的這個正旋波的頻率 它變到這個地方來了 所以它已經落在安全範圍之外了 落在安全範圍之外的效果是什麼 就是你沒有辦法正確的去還原它 而且呢 你這個成分呢 還會對應到錯誤的頻率上面 因為我們剛剛說過了 Sampling的過程就是在對頻譜做Copy and Paste 複製的動作 所以呢 它也會把這個頻譜 原本在落在這個地方的藍色 這個Delta Function呢 複製到我們低頻的成分去 OK 那因為這個是1800 所以對到這個地方 Roughly也會對到200Hz 所以你才會看到 即便它們原始的頻率有這麼大的差異 但是在做取樣之後 居然會得到一樣的結果 OK 所以這個就是Aliosing 後面呢 這個公式我稍微調整一下 我把它弄成跟我們剛剛的圖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意思 這個地方我只是把剛剛圖形裡邊說的事情 通通用數學字字重新寫一遍而已 所以你可以自己回去看一下也沒有關係 OK 它代表的是什麼呢 它代表就是說 現在X1第一個的低頻訊號是200Hz 第二個那個比較高頻的訊號是1800Hz底下 你用Sampling Frequency去做取樣的動作之下 所獲得的離散的訊號 我們看到X1和X2的結果是怎麼樣子的 簡單 非常快速的看一下這個運算式 因為我們都是正旋波形 所以它一定滿足cos2πft這樣子的公式 f0的頻率 OK 所以直接乘上2π的話 原本的200Hz就會變成是400πt OK 然後去取樣 取樣的話 取樣是2000Hz的話 那代表就是時間在2000分之1n的地方 去做解錄訊息嘛 對不對 去做取樣的動作 所以你可以有這樣子的一個 化解的一個公式 那X2呢 也用類似的方式去做化解 你會得到cos1.8πn n 別忘記了n是正整數對不對 那1.8π 其實就等於-0.2π 那因為是cos的關係 所以那個負號也可以變成去掉 所以它會等同於cos0.2π 換句話說呢 在這兩個 經過了不一樣的訊號 經過了一樣的取樣 他們的訊號會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這個東西就叫做eriosync 所以我們剛剛的這三個投影片 其實要講的東西 最後要講的東西就是一樣 都是一樣的 取樣頻率不夠高的狀況之下 就會產生eriosync eriosync的嚴重的程度是什麼呢 就是它會讓你原本的訊號失真 你就找不到原本的訊號是什麼 它可能會變成原本 變成一個其他的東西出來 OK 那至於它變成什麼 跟你的取樣頻率有關係 跟你今天的頻率成分也會有關係 OK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試一下這件事情 如果我再讓它高頻一點點 變成像200Hz的時候 我會發生什麼事 OK 你會發現其實它也會 得到一樣的x OK 不過我們這個就不花時間去寫了 各位可以自己回去看一下 有興趣的話自己回去算一下 好 所以以上就是我們對於sampling這個過程 做的一些解釋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我們要來講一下一些 簡單的filturing其實就是數位訊號處理的部分 如果各位還記得我們上禮拜講的這個流程圖的話 它它約略大概就是中間這個部分 OK 那我們說這個數位訊號處理呢 其實呢就是對送進來的這些訊號呢 做不同程度的加減乘除運算而已 OK 所以聽起來濾波好像很高聲 但是其實也沒有什麼而已 它就是做一些加減乘除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我們之前一直提過的那個三點平均器 三點平均的一個濾波器 它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把xn xn加1 xn加2 三點平均起來呢 回饋到y點n的地方做輸出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這個例子的這個圖 在n等於2的狀況之下 它其實就是把x等於x2 xnx4 這三點加起來除以3 去做輸出這樣子的動作而已 OK 所以 再複雜一點點的話呢 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去改變它的這個運算的範圍 比如說你想要平均多點一點 製造出比較強的smoothing的效果 想要變化更緩慢一點 因為我們之前講過 三點平均其實是一個低通濾波器嘛 它讓原本的三角波看起來的變化沒有那麼銳利 變成是一個二次曲線嘛 對不對 所以 你如果想要更平滑化的效應的話呢 一個做法就是你可以把你濾波的範圍 計算的範圍再延伸一點嘛 原本只是三點 你現在變成五點 七點 點數越多的話呢 越平滑 最簡單的狀況 來個十點好了 你就會發現從頭到頭一樣 因為大家cover到的數字都 OK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去改變這個 你所運算的這個點數的範圍 此外呢 你也可以給它不同的waiting 在平均器裡邊 waiting很簡單 因為就是平均的效果嘛 大家waiting都一模一樣 他為了要維持大家差不多一樣的強度 所以就取三分之一 五點就取五分之一 七點就取七分之一 以此類推 可是有沒有規定一定要都一樣 沒有啊 比如說呢 我覺得今天在平均的過程當中 我還希望能夠保留原本訊號的特性 也就是說 我給他的waiting 跟訊號發生的時間點會有關係嘛 離我越接近的 我給他高一點的waiting 離我遠的 我給他小一點的waiting嘛 為什麼 因為跟我比較接近的時間 suppose他的反應應該跟我比較像啊 所以我要平均的時候 我給他比較高的waiting嘛 你也可以用這樣子的概念去做啊 換句話說呢 你的waiting不一定都是三分之一 你可以是二分之一 中間那點二分之一 旁邊兩點四分之一 OK 或者是改變其他的waiting也可以 或者是甚至也沒有規定一定要正的 你可以有的正的有的負的 只是效果不一樣而已 正的話呢 他都是訊號的summation 所以他做出來都是一個平挖化的效果 可是如果你今天的前面那個waiting factor 產生負數的時候呢 你開始再做一個減法 最簡單的example呢 就是xn的地方呢 前面是正1 xn加1的地方呢 前面變成-1 你再做一個相減器 減法器 OK 你用改變他的正負號 你就可以得到不一樣的效果 那減法器來講呢 你其實想要強化的是兩個點之間訊號的差異 你把相同的部分都減掉了嗎 留下來是他們差異的部分 OK 所以在減法器上面 他所對應的效果 通常是高通濾波器 因為他把不變的地方給拿掉了 留下改變的地方 改變的是什麼 改變的就是那些變化的地方 通常對應到的都是比較高時間成分的位置 所以他對應的 減法器對應的都比較像是高通濾波器 換句話說呢 廣義的來說 你可以去調整你想要運算的範圍 也就是點數 還有每一個點數 他所前面所你給他的waiting factor 你可以去控制這些東西 來去調整濾波器的特性 到底要是低通 cut of frequency在哪邊 還是要帶通還是要高通等等的 這其實都是可以被控制的 所以in general呢 他的一個model 應該長得像是這個樣子的 假設你今天要對於 N L等於NZ點做運算的時候呢 你可以往後取幾個點 或往前取幾個點 來當成是你加減乘除的素材 然後去搭配你所先前設計好的waiting factor 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濾波器效果 好 只不過在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呢 涵蓋這個範圍裡面 他有寫了一些future跟past 這是什麼意思呢 是因為我們今天 收到的是一個十變的訊號碼 對不對 所以當你L等於N的時候 代表你時間可能剛好走到這一點 所以呢 比N小的地方呢 這些地方就是過去的時間裡面 你所收到的資料 對不對 這些都是剛剛收到的 深灰色的這個地方 也就是比N大的地方 它都是你未來會收到的資料 OK 那他的意思是什麼呢 如果今天你的運算裡面 涵蓋了過去的資料 以及未來的資料的時候 那代表你今天的運算 其實要等到所有的資料 所有你需要的資料都送進來之後 你才能做濾波的動作 你要等這些東西 東東送進來以後 你才能夠計算啊 對不對 反之 如果你今天所運用的素材 只有現在的時間點 以及過去的時間點的input的話 那換句話 你今天只要收完了這一筆資料 你馬上就可以做輸出了 只要運算的時間夠快的話 你可以馬上做輸出的動作 OK 馬上做輸出的動作 就是我現在馬上給你 馬上給我的意思 它變成是一個 即時性的一個系統 即時性的一個反應 我們把這個特性叫做 real-time system real-time代表是即時的意思 所以它可以很快速的 告訴你結果是什麼 所以以剛剛計算來講的話 一樣是三點平均器 我不要取未來兩點 來跟我現在這一點做平均 我取過去的兩點 也就是你各位看一下 我時序上面稍微換一下 因為n等於4的時候 這個3210以後的這些 以前的這些東西 我通通都已經拿到了 對不對 所以我自然可以去做一些 加減乘除的運算 而且只要我在下一次的點數出來之前 我完成這個運算的話 我就可以馬上做輸出的動作 所以有這種real-time性質的這個system 所產生的濾波器效果 我們也把它叫做real-time filter 即時的濾波效果 OK 那在剛剛說的這些運算裡面 通常我們使用的計算 都是有限的點數 應該說一定是有限的點數 因為無限的點數 你也很難算 對不對 因為時間不可能是無限長的 你的訊號不可能是無限長的 你也不可能做無限長的這個運算 所以這些點數都是有限點的點數 所以呢 我們針對這些有限點的運算 所產生的這些濾波器 我們給它一個名字 叫做finite impulse response filter 其中呢 你給的那個waiting function 其實代表的就是你的impulse response 那因為它是有限點數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 前面再多加一個finite 這就是在那個 這個數位訊號圖裡裡邊 蠻有名的FIR filter 如果各位有機會修到這些課的話 我相信你們一定會在這上面 花很多的時間 那我們這邊只是很簡單的 介紹一下這個概念而已 那如果說你除了FIR以外 你還想要real time的話 那只是你再多加一些條件而已嘛 也就是說呢 你這個地方的waiting factor 你只會給現在的時間點 和過去的時間點而已 也就是這裡的k 一定要大於等於0 這一個x of n-k 裡面這個時間點 k一定要大於等於0 這樣代表你是拿過去 或現在的這個時間點的資料來做計算 反之如果你現在不要求real time 那這個地方k 到底是正的或負責 都沒有關係 只要它是有限範圍就好了 OK 那下面只是對照於我們之前 使用的那個三點平均器的一個例子而已 OK 那這個例子裡面它的差異就是說 我甚至可以去調整它的大小 還有它的正負號 極性都可以 還有它的範圍是0到3 0到5還是whatever多少 這個都是可以被控制的 那這些都是在食欲訊號的直接一個改變 也就是說我並沒有去求得它的spectrum 我就去對它做運算 OK 但是呢 在另外的 在另外的 其實我們也會做一些頻率的運算 但是我們在講頻率的運算裡面 我決定在食欲的這個運算多講一點點 因為我們剛剛做的 通通都是線性的運算 我也解釋過是線性嘛 對不對 因為這些是線性的 可是實際上在生理訊號的這個處理上面 我們有時候在做的一些運算 卻是非線性的 但是也非常常用 OK 譬如說 在這個頭影片所講到的這兩種計算 它都是利用食欲上面這些訊號的 來去做出一些數據來 反映出某些特性 但是它的計算並不是一個線性運算 所以我們很少會用 訊號理系統的這個model 來去解釋它 但是它還是很常用 比如說什麼呢 root mean square ok root mean square 它分別代表了一個數學的運算 square代表的是平方嘛 min 平均值嘛 root 開根號嘛 所以其實很好了解 rms是什麼呢 就是把每一點 或是有限點數裡面的這些訊號 平方 summation 做平均之後 再開根號 所以有時候我們把它叫做 方均根 ok 中文是這樣子嘛 先講的就先做嘛 那英文的話反過來 先講的先做 你先做平方嘛 對不對 再做平均 再做開根號 所以是方均根 ok 這個東西可以用來評估什麼呢 可以用來評估時間在有限範圍內 也就是這個地方是大N的點裡面 它的訊號的強度約略在什麼樣子的等級 好 因為訊號常常會有正的有負的部分 那它這邊做平方的動作就是 只去評估正幅的部分而已 這個常常會用在譬如說 腦電圖或基電圖上面 各位的過去的作業如果有寫到基電的部分的話 你就會知道 我們通常會用去評估說 在某一段時間之內基電的強度是怎麼樣子的 來告訴我們說那個肌肉在這一段時間 到底有沒有反應 好 通常有response 有activity的時候呢 這個均方根就會 sorry 方均根會比較高 ok 那有時候有人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要平方再開根號 我可不可以取決類值直接將加起來 也是可以的 因為平方開根號的話呢 你的這些值很容易會被 少數幾個比較大的值 dominate ok 那方均根來講 這個絕對值直接相加起來的話呢 比較不會有這樣子的現象 不過我又就看你想要的特性是怎麼樣子 下面這個呢 我們也給它一個名字叫 average ratified value 它的做法也非常的顯和意見 這個是整流過後的嘛 其實就是取絕對值 有時候有人會講 absolute value 也可以 然後再把它做一個平均的效應 所以這個等式也非常簡單 只是這兩個公式很簡單但是很常用 但是他們都是非線性的 ok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覺得線性非線性是一個 還蠻遙遠的名詞 但是其實如果用一些example來看的話 它不見得是這麼難 那以訊號處理來說 我們的重點其實是要得到我們想要的資訊 而不是難導對方 所以你能夠用越簡單的方式 算出越好的資訊 越有代表性的資料的話 那其實是越好的方法 而不是說我提出了一大堆很複雜的理論 來去驗證才會是好方法 這個是不一定的 好那我們剛剛說到了 既然有跳回來線性的部分了 既然有在食欲上面處理的這個濾波器 也有在頻譜上面處理的濾波器 對不對 我們之前講的那麼多free rate transform 就是要鋪這個梗的 因為我們常常在把頻率上面的這個成分 不同頻率的成分去做增益或者是抑制的動作 對不對 所以對於這些頻譜使用那個free rate transform 先得到頻譜以後 再去針對不同頻譜 做不同程度的這些調整的濾波器 我們其實就把它叫做IIR Infinite Impulse Response Filter 為什麼它這邊就會變成是 Infinite Impulse Response呢 因為我們不管在做低通 帶通或者是高通的時候 我們最常做的運算 其實就是把原本的頻譜 跟一個Retangular Function直接相成 Retangular Function的話 是一個方波函數 還是一個有限寬度的方波函數 如果我今天要做低通滴波器的話 我就把這個方波放在基頻的地方 Baseband的地方 如果是要帶通的話 我就放在我特定對應的那個頻率的地方 如果是高通 當然我就放在高頻的位置 對不對 你乘上一個Retangular Function的意思 代表就是在時間上面 你會去跟一個什麼東西做convolution 請問一下Retangular Function的Furier Transponse是什麼 Sync Function 對不對 所以你在頻譜上面跟一個Retangular做成法 等於你在實域上面跟一個Sync Function做convolution 也就是說呢 你今天的In-House Response 也就是那個H of T 這一個黑盒子的特徵方程式 它其實三號都長得像一個Sync Function 或者是它的變形 我會講到變形是因為它有時候是在不一樣的位置 有時候在Baseband 有時候在中頻 有時候在高頻 你會有一點點一些Modulation 但是基本上你都有一個Sync Wave的一個特性 所以換句話說呢 你在你的Impulse Response 一定都是Infinance 一定都是無限寬度的 因為Sync Function 就是一個無限寬度的模型 沒錯吧 Sync Function還知道嘛 對不對 大家的表情讓我有一點害怕 Roughly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所以即便在正負無限大的地方 它都是會有一些Value OK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其實IR說穿的就是在頻譜上面 對它做處理 我們不會真的去拿一個Sync Wave 去做Convolution 因為它那個太複雜了 OK 我們會直接在Spectrum上面 做一些乘法 Multiplication 這樣子的動作 來完成頻譜的濾波 然後你只要濾波完以後 再做Inverse Versions Form 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訊號 OK 所以這個就是IR跟FIR 可以齁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大概還有一節課 稍微多一點點的時間 我們其實是要介紹一些Example OK 因為我覺得其實如果真的要把所有原理講完 要花太多時間了 所以倒不如我們把一些Example提出來 稍微說明一下 讓各位對於這些訊號處理的方法 有更多的認識這樣子 好 那譬如說第一個例子裡面呢 我們想要再把剛剛的那個三點平均器 抓出來再講一次 OK 三點平均器聽起來真的很簡單對不對 我們剛剛說它其實是有一些低通的效果的嘛 對不對 那在這個例子裡面我要告訴各位的是 只要配合上 適當的配合上 那個取樣頻率的話 你的三點 這個三點平均器 甚至會有Notch Filter的效應 什麼是Notch Filter呢 我們之前講過 Notch Filter的話 就是針對某一個頻率 OK 它可能會有抑制 或者是只有那個頻率 pass的一個狀況 它只有那個某種頻率被rejected 或是某一個頻率它把它pass 這樣子過後的一個效果 那對於我們來說 在身體訊號處理裡面呢 Notch Filter還蠻重要 因為我們常常會有這個需求 為什麼呢 因為60Hz的干擾無所不在 焦熱電的干擾無所不在 那我們通常會需要一個Notch Filter 去把這個60Hz的component給去掉 好 前言後果稍微說完一下 我們直接回來這個三點平均器 為什麼 3-point average filter 它會有這樣子的效應呢 OK 我們必須要從這個式子 所對應的 Fluet Transform來講起 也就是說呢 我們有了這個式子 對不對 OK 我們其實就可以知道它的 Coretistic Equation是什麼嘛 Impulse Response是什麼嘛 對不對 那你知道Impulse Response是什麼之後呢 你是不是可以把它 使用Fluet Transform 就可以得到它在頻譜上的特性呢 為什麼要做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呢 因為 我們在訊號處理上面 你對它做Convolution 就這個公式 你對它做Convolution 等於是 你對它的Impulse Response 的Fluet Transform 做乘法的動作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知道今天 訊號進去了以後 出來會是怎麼回事 你有兩個方式可以走 第一個 你去走時間的部分 時間的函數的部分 直接把時間函數套用進去 看你現在的S of T是什麼東西 或ESO分是什麼東西 帶進去你就知道你的奧布 會是怎麼樣子的效果 不過想也知道 這個東西會需要蠻多的計算的 OK 你不一樣的訊號進去 就有不一樣的效果出來嘛 你每一次都要做很多點的Convolution 所以呢 有人也會做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說 我既然知道這個System在做什麼 我既然已經知道這個黑盒子在做什麼了 換句話說 我知道它Impulse Response嘛 對不對 我就去直接把它的Spectrum給畫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地方是大斜的H of Omega 我把它在頻譜上的狀況畫出來 那今天送進來的資料可能會不一樣 可是這一個黑盒子 這一個系統是不變的 所以我只要把任何一個訊號 經過了Free Transpone的轉換 直接跟它做相成以後 你就知道出來的訊號結果會是什麼樣子的 而且你也可以比較有系統的去描述 這一個續播器所造成的效果是什麼 所以這個是什麼呢 這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我們剛剛之前上禮拜講到的那個Impulse Response 還記得這個Function 這個System的Impulse Response是什麼嗎 因為我們可能需要它來幫我們計算出這個東西 其實你可以把這幾個東西去把它做Vorations Form 對不對 或者是說呢 你可以把每一個這個X看成是Xn跟Delta n-2的Convolution 這個是Xn跟Delta n-1的Convolution 這是Xn跟Delta n-1的Convolution 這是Xn跟Delta n的Convolution 換句話說它的Impulse Response是三個Delta function所組成的 分別在N-2N-1N的位置 根據Convolution的公式 對不對 它有這樣子的關係式嘛 那你現在只是K分別套用2-1-0進去而已嘛 對不對 所以你的Impulse Response for this System會是什麼東西呢 可以好 它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那你要怎麼知道它的頻符是什麼呢 最簡單的方式帶進去Discrete Time Fluorations Form就可以了嘛 因為這是一個Discrete Time Signal啊 對不對 那你就帶進Discrete Time Fluorations Form啊 公司在前幾頁就可以翻得到了嘛 所以在取了絕對值以後呢 根據這個時間軸畫出來的結果 就會像那張圖這樣子 你可以發現呢 因為你現在做的是一個Discrete Time Fluorations Form 所以做出來的Spectrum可能是Continuous 是不是 它是連續性的 而且呢 因為它是Discrete Time的關係 它的頻譜有一個重要的特性 就是它是周期性的 剛剛寫在這邊才插掉而已 它的周期是多少 2拍 所以看一下這個 看你要怎麼看啊 你從負拍到拍這邊看成一個周期也可以 從0到2拍看成一個周期也可以 反正它就是用這樣子的一個範圍一直再重複出現 OK 其中呢你可以看到它在3分之2拍的地方呢 它的絕對值會對應等於0 OK 這個東西怎麼算出來的 其實如果要真的算的話 你就是把這個東西套入Discrete Time Fluorations Form 把它算出10步跟虛步 你去看看什麼時候10步和虛步同時會等於0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結果了 OK 那我們用稍微簡單一點點的算法好不好 我只是要驗證這件事情而已嘛 對不對 那我要驗證這件事情的話 我就直接去 算一下 你把這個東西帶進去的時候 你的Real Part跟Image Part會是怎麼樣子的 首先我在接下來的計算裡面 前面這些3分之1 這Constant我完全不理它 因為我只是要看它會不會等於0而已 就是Omega等於3分之2的時候 它會不會等於0而已 3分之2拍的時候 OK 所以我要做的計算 其實我只是要檢驗它有沒有等0 所以前面的Constant我都先不要管它 好 在這個計算裡面呢 delta n-2去做 不管啦 反正delta n-k下去做 Discrete Time Fluorations Form 會等於什麼 雖然它是一個 summation的符號 但是我們有講過嘛 今天有delta function的時候 大家看到summation 或者看到氣氛應該都很開心 因為只有在 裡面這個東西等於0的時候 n等於k的時候 它會有response 其實它也完全不用計算 所以換句話說呢 這個東西算完以後 裡面它只會留下什麼 它只會留下這個東西 前面都不見了 這個呢會留下什麼 這個會留下什麼 因為k等於0嘛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最好 是exponential 0 所以你可以直接寫1 它其實計算的強度就是這樣子而已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十步是什麼 就是cos2ω 我直接把符號都拿掉了 cosω 這是十步嘛 那十步是什麼 就sine而已嘛 一樣我會把符號都拿掉 看起來比較乾淨一點 看起來比較乾淨一點 因為反正 你只是要看有沒有0而已 來 你可不可以用3分之2拍把它帶進去 這邊3分之2拍 我們先看第一個好了 3分之2拍的話 這邊是3分之4拍和3分之2拍和1 代表的是120度和240度嘛 它對應的值都是-1分之1嘛 -1分之1加-1分之1加1 0嘛 下面這個呢 一樣sine的120度加sine的240度 剛好兩個相反 正負2分之3 所以這個有點贏 所以我再告訴各位就是 當它等於3分之2拍的時候 它其實會等於0 推廣一下 當它等於負著3分之2拍的時候 它也會等於0 各位可以等下自己去試試看 它是對稱的 好 所以你可以知道 它在3分之2拍這個地方 有一個0點 我們把它叫做0 好啦 那這個0的特性呢 其實很有趣 它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只要想辦法把這個點 對應到頻率等於60Hz這個成分的話 那這樣子 我只要任何的生理訊號 跟這個filter做convolution 或是跟這個spectrum做multiplication 那所有訊號裡面的60Hz那個成分 那所有訊號裡面的60Hz那個成分 都會被我拿掉耶 對不對 只是現在的問題是 我要怎麼樣把這一點對應到60Hz嗎 請注意一下喔 因為這個地方 10域的訊號裡面並沒有帶時間的單位 它點數是n點嘛對不對 所以你在頻譜裡面的那個 Omega其實也是沒有單位的 所以它到底對應到哪一個頻率 其實是你要自己換算的 怎麼換算 就像剛剛一樣 根據你的取樣時間去換算 OK 那我們知道 對於這個來說的話 以2π是一個周期嘛對不對 也就是說呢 這個2π的範圍 對應到的這個部分 對應到這個頻譜的寬度 剛好就是取樣頻率的大小 因為我們之前在說過 我們今天在取樣的過程當中 其實就是以取樣頻率的地方 為等間隔去做複製頻譜的動作嘛對不對 換句話說它也是一個周期性函數 它的周期剛好就是取樣頻率的寬度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要把取樣的時間 或取樣的頻率 跟這個地方沒有單位的π 也就是說omega連帳線的時候呢 我們利用的關係是 這個2π的對應範圍 剛好會是取樣頻率 OK 因為他們剛好就是在 時間做取樣的動作之後 在頻譜上面所獲得的周期 好啦 那我們就知道這一點以後 就好算了 怎麼說 你只要用一個等比例放大的公式 就可以計算出 2π所對應的頻率是多少 為什麼 因為我們說呢 在2π的範圍裡面 它所對應的是取樣頻率嘛對不對 然後呢 我希望達到的效果是什麼 我希望達到的效果是呢 在3分2π這個點 你對應到的剛好是60Hz 那請問一下你的取樣頻率應該設定多少 就是這樣 你只要解這個很簡單的等式就好了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結果是180Hz 可以嗎 所以換句話說它的意思是什麼 如果今天我對一個生理訊號 我用取樣頻率180Hz去做取樣的動作 我得到的結果 再去做3點平均濾波器的效果的話 我除了對它有一個低通濾波效果以外 我還可以去抑制它60Hz的成分 把它壓到同樣都是0 為什麼 公式告訴我的 OK 所有60Hz的成分 剛好在這樣子的計算方法裡面 它會被我抑制到0 所以等同於它有一個notch filter的效應 好 到目前為止的問題 沒有的話 我們先在這個地方停一下 因為之後的那個example 可能會講比較多的時間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